EXO在2017年7月推出第四章专辑后,回为一年多,终于确定将在11月2日回归,22日宣布新作品名为Tempo。更让粉丝惊喜的是,这次的回归9人全部参与其中。 EXO作为目前南韩男团中的第一梯队,而且也是背靠SM这样的大公司,说起来回归间隔时间不至于这么长啊,而且一说起这个话题粉丝也是非常愤怒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出道之前,公司提前了大半年预告散粉,出了23个Kiser预热,第一次玩儿全套概念中含出道,按理说,公司够尽心吧。EXO对得起这份心。 当年出道专卖了23W,什么概念?概念就是放在六七年后今天的新男团身上,都没人敢说一句烂。结果就炸了。中含一起炸。 南韩骂K队,骂到天天新闻通稿,中国骂M队,骂到成员轮流爆吧,说靠脸没实力的真的算好听的了,阴谋论亲儿子论前规则论一套一套的。 公司管了吗?没有。没综艺,没热度,没新歌,不露面,随便黑。对心团来说简直致命。 SJ是不红就可能解散的限定组合,可是EXO出道已经小爆了,还跟要解散似的。 一手好牌的开门红,被公司打得稀烂。 一手妈妈,硬生生抗了一年多。一年多他们干嘛了?跑伤眼。 知道那段时间,K队的孩子们在哪儿跳舞吗?剧组。 怎么跳?当剧情背景板。就是一个电视剧镜头里,有一个party场景,需要人跳舞当背景板的那种。 没人知道网上各种传他们被雪藏了的绝望。 第二年,回归了,大爆,爆到直接变成一线团。 什么零下十几度是外大哥,什么酬劳只有一袋大米之类的,懒得说了,哪个团都苦过,这没什么惨的。 在那段时间,某人借口长辈身体不好,请假回国,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,说他不可能回来。 这个时候他回来拍了团宗,粉丝喜极而泣。 小哥哥无数次在团宗里跟他暗示责任和对友情,有用吗? 没用。 第一次就跑了个队长。 什么时候跑的? 世界第一次群演开始前的倒数第八天。 意味着什么? 重备演唱会。 新歌词part,新舞蹈part,新走位,一周必须完成,从设计好动作到熟练到融会贯通,全部,必须,搞定。 成员说,他们没时间吃东西喝水,每天通宵,实在熬不住了就睡十分钟,然后马上爬起来。 代价呢? 金俊勉累到发高烧,成员们轮流往医院跑。 最严重的三个人,勒腰伤犯了,怕医生让他休息,不敢去看病,因为练武时间太紧了不能停。 开的脚踝伤到走路都不利索,还在缠着蹦带整袖整袖炮练习室。 边博咸一天掉了六瓶点滴,因为挂水耽误时间,干脆吃药硬抗,扛不住了直接打封闭。 看见了没,玩儿命练出来的一群。 玩儿命保住的Exo 粉丝为什么死也不肯原谅跑医,不是因为他走了,是因为他走的时间点。 这个谁都洗不白,走了三个人,为什么只对他一个人黑,真不懂吗? 别人一位,全是圣赞恭喜。 Exo一位,通稿黑队长假哭。 别人大赏,都说实至名归,Exo大赏,谁都来踩一脚黑幕。 11个人的团,因为少了一个人被骂到心脚痛。 第二次去了快笨,11个人红着眼睛说是新开始,结果变成10个人了。 这一次,走了个10打10的主碰bass。 演唱会期间,跑二排回来了一次,倩倩和包子围着他动动跳跳,小傻子一样走到哪里黏着他跟到哪里,粉丝也是天真到以为他不走了,结果呢,是真的天真。 好不容易等各家瞧热闹的看累了骂累了,好不容易让各家等着潮湖的看见了我们一首歌18个一位,好嘛,他爆恋爱。 欺骗粉丝的大帽子扣下来,一波喝料泼添盖的,洗白都没得洗,没办法,恋爱是原罪。 自己家粉丝都让别的成员离他远点,激烈到什么程度,走机场被黑粉拿着花瓶,插点砸到,边博嫌是个爱豆,插点被砸到,脸,影响到什么程度。 一个只会笑的小傻子,在演唱会响忍忍不住,捂着眼睛掉眼泪。 主唱被骂到体无完肤,还不算完,主舞Line也栽了,跑三之后选择流下来的泪,让他们指着鼻子说滚出XO,又爆了个精中人恋爱,全乱套了。 所谓巅峰期,我告诉你,我连想一下都觉得心痛。 他们怎么熬过来的知道吗? 菩萨烈泪到演唱会后台西洋才能继续,吴世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懂事长大,队长一个人去安可,精中人腿上拄着拐杖站在演唱会舞台上,精中大发着高烧拿着卖唱歌,边博嫌08解法颜味出血加鼓列好几次,15年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,本来应该好好策划回归让他们稳一稳,结果呢? 回归症状BIG BANG,症状,还是全盛时期的BIG BANG 这波骚操作炸的粉丝直接大脑空白,拼了命爆干出了个好成绩,Billboard都邀请茶蛋去采访了,多好的长脸机会,啥帽拒绝了,为什么?因为演唱会有形成,去了就没法赚钱了。 呵呵 好不容易消停了,结果一心回国发展了,在机场泪晕了好几次,其他团演里里所应当的合体,再茶蛋这成了奢侈 不管什么时候出照片,第一反应永远是数人数,这种心酸谁能懂?又一次回归,按理说,该书新点了 结果,不存在的 预售只有一周,打歌只有两周,为什么呢?因为要巡演挣钱去啊 连打歌服都是师弟穿过的,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给他们买 本来觉得该折腾的都折腾完了,该消停了,然后呢,没完没了的被黑,不是犯圈斯逼,是大面积的全网黑 编博嫌说据安慰粉丝的话,都能被剪辑成鄙视抑郁症,从日韩被骂到欧美 金中人自己画纸卡通熊,拍张照上传Ens,都能被莫名其妙恶心成抄袭 金中大玩游戏输了,涂个夸张的口红,就大面积骂他种族歧视 全网黑是什么意思?拒绝反驳?拒绝一切澄清?你说的一个字也没人性 公司别说管了,连看一眼都不带看的,孩子们都已经是前辈了,还被逼得只能自己Ens道歉辟谣,啥帽要公关不有何用 颁奖典礼的恶心事就不说了,总之别提什么大公私论 什么有前辈罩着 前辈是对他们不错,但也绝没到乃他们的地步,男团红霸蓝妈闪儿子,没有茶淡什么事 公司除了出道多给了点kizzer,别的什么都没给,刚有名气每两年就得带师弟师妹 无视群单门面单领悟,除了今年有几个画报,给过他几个资源 金钟大高低音牛逼到各家公认,公司让他自己唱过几次 编驳嫌Mellon和Billboard单人全都榜上有名,给各单区都舍不得 都锦绣变成南韩爱豆演技之光,哪个剧的资源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金明席人气爆棚到台个手都能趋势图绑,整天不放他出来营业 一个正儿八经的团宗而已,哥哪个团不是标配 我家盼星星盼月亮求了五年,其间成员们自己都明白这说了好几次,想拍综艺 结果呢,连影子都没有 队长跑路,Ace跑路,维尔rapper跑路,POP兼主唱暴恋爱,主捧兼主舞暴恋爱,维尔主舞回国不参与大队活动 别忘了这些事全都在两年半之内发生的 意味着刚出道没多久,却平均每四个月就出一件爆炸性的,足以毁掉整个团的事儿 其间还有不停的单人全网黑,不停的各种别家联合撕茶蛋,不停的对内各种骂战 别说同时,任何一件拎出来扔别的团身上,都得期待不要胡穿地心 天团的成绩,看一眼就行了,够不着就羡慕羡慕,够得着也没人有资格潮 别的团苦我承认,但是,XO的路,代谢